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训练拆分成好几样 每一项来针对训练还可以进行 你挥拍不熟练 上网步伐不熟练 往前的处理不熟练 你很快的把它拼接一起去训练 效果不大 我希望大家要处理 大家请出下一位球友做一个杀球 你这个动作一出来你就要杀球 就是很多意外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那个高球掉球和杀球动作太明显了 要杀球那个动作僵硬 然后那个眼睛蹬的针刮网量 哇哒 一吊球就是 一打高球就是 你这个太不协调了 就太不一致性了 一致性太差 你这杀球你都没有余地 你这个动作一做出来 包括你这个挥拍的这个程度 一看你就知道你要杀球 我希望你能够把高球打好 把吊球掉好 然后练杀球 你在练的时候 你至少变过自己的眼睛 我的高球 吊球 杀球动作 我自己拍我自己看 我分不出来 我隔着屏幕都知道你要杀球了 我相信你在看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杀球动作太明显了 不要这样子 一定要增强自己的一致性 高吊杀动作一致 你要留有足够的余地 比如说这个球在这里 对吧 那个球刚过来你就啊杀 你要先把这个拍降好 它过来的时候 你把余地留好 我杀 哎我不杀我第二个 你要把这个余地留好 你这个挥拍 没有留余地 一定要留余地 再来起初下一位球友啊 再练那个挥拍 其实动作还可以 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手的发力太多了 我感觉到你的身体的力量不够 大部分的都是在用手在用力 你的肩膀在用力 你这样长期下去的肩膀手 你都受不了了 我希望你多练练扔球 去感受身体的力量 怎么扔球 就是拿个球给你这个姿势去扔球 感受身体的力量 如果你们在家里训练 三个训练 循环交替 第一个就是拿一个水平挥水平 第二个扔球扔十个球 第三个挥拍 扔球挥水平挥拍 三个交替训练 不要只练这个挥拍 这个挥拍 让我感觉到你的这个手臂力量太多了 要借用身体的力量 这个在我之前的微信公众号 杨胜大神我多次提过这个问题 大家请出超级球友啊 也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大家看一下 虽然这个球刷的不怎么样啊 但是它这个架拍很漂亮 就这个球一出来 当架了这边 你不管它这个球打得好不好 你们会不会觉得 我靠有点东西啊 好专业啊 对不对 架拍架的漂亮 会让你在球场上感觉 你会更专业一点 更唬人一点 架拍的训练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杨胜大神 我多次说过这个问题 一定要好好练架拍 后场走之前 准备架拍 这个练好了 你的动作 你的整个场上的感觉 就会跟这个球一样 很潇洒 帅气 专业 好不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微信公众号 杨胜大神 记得关注 更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 杨胜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